那我们今天自己观察自己的习性 确实属于知识分子 那知识分子用什么方式来帮我们看播放下 读经 是个好办法 读经怎么读法呢 就读一步行 不能读才读 读才读会搞砸了搞乱了 就一步 啊一步行呢 首先你试验一下胜利 不要换样子胜利 每一天都得变速越多越好 读经是什么 读念是训练我们看播放下 就用这个方法来看播放下 我们读这一步经 念头集中在这步经上 妄想咋念不就放下了吗 少了 有妄想又咋念就念不下去 所以这个方法好啊 古人告诉我们 读书千遍 其一自见 那个其一自见 就是开悟 啊 也就是我们讲的看播 千遍是声 千遍是放下 一千遍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你就妄想咋念 少了 放下了 心慢慢定下来了 不会心浮气躁了 你表现得很稳重 很沉着 那浮躁的吸气 丝毫都没有 这叫功夫啊 儒家叫涵养啊 越是在混乱的 这个场面里头 你欲沉浸 啊 行事处 你有智慧 你对于混乱的局面 看得很清楚 知道他的因 知道他的缘 知道他的果 啊 知道他五亿后的保 统统清楚 那么你处理问题 就不会有 差错 啊 啊 就怕问题 一先前 心软了 啊 那就会有错误 啊 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啊 那么后面越来越麻烦 啊 今天整个世界 社会乱成一团 什么原因呢 啊 真正原因呢 就两个字 浮躁 造成这个局面 啊 那么对之 用什么方法对之 在佛话里面讲 定会 就能对之 啊 定 是放下 啊 会 就是看破 啊 张家大师 说的话很简单 意思很深 啊